臺新經濟夥伴協定 这不仅为台湾开启了进入东协市场的大门 更有助于与其他新兴国家的建立良好的关系 对于我国未来出口贸易的表现 可说是注入了一记强心志 并将协助相关的业者 借着新加坡来开拓国际的市场 在2012年台湾工具机器的一个产值 是居于世界的第六位 向来就是我国较具优势的产业 在台新经贸的协定签署后 即可透过新加坡作为一个转口的基地 抢占东协的市场 甚至于进驻巴基斯坦 尼泊尔等新兴的国家 提升全球的市场占有力 而国内的银行业者 也可借着新加坡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 拓产国际的商户管理业务 并有机会参与东协国家的大型企业的连带案 金融产品的商机可以说是潜力无穷 近来国内出口因为缺乏关税的优势而成长趋缓 而台湾GDP又有超过七成来自贸易 因此促进对外国际经济的贸易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自为关键的重要 本期在此对于政府积极推动各国经济合作的努力 表示肯定 也期盼朝野各党能够放弃彼此的成见 一起为未来作为政府的对外经贸谈判的坚强的后盾 共同牺手为台湾的经济 还有全民的福祉在打拼 我们经贸合作跨大步 台湾的经济才能大幸福 因此我国必须要以各个世界来接轨 在这边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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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